从大陆吹起的双11光棍节 现在已经发展成了电商购物节 而这股风也烧进了台湾 除了网购业者早已提前开打 3C通路跟量贩业者也都跟进迎战 双11来了连杀11天 你没看错 这些以往在大陆购物网站 才会出现的双11噱头广告字眼 现在也出现在台湾的购物网上 大陆阿里巴巴淘宝网 带起的双11光棍节商机 从2009年的0.5亿人民币 一路暴增到2015年571亿元 这股风潮现在也烧到台湾各大网购业者 这次一一因为刚好遇到 我们的会员特点第一天 所以我们特别的推出了 就是不用领卷利己者的优惠 今年的优惠商品 比去年多了一到两成 不只加入的优惠商品更多 折扣更是下沙 灿坤3C推出官方翻新品1.1折戟 以及限定商品1111元等 奇摩购物也祭出了万件一元商品 限时特卖等 知不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 不知道以后看到我尽量离我远一点 来 背霸来向背霸吃吧 摩摩购物网除了推出一折商品 还要在双11当天找来叫卖歌 贵妇奈奈等网红直播叫卖吸人器 Studio A也首次加入战局在行动商城APP 开卖iPhone 7整心机和耳机特卖 就连小米也趁势搭着新品登台寄优惠 我们提供了超过1500万的现金券跟免运券 其实都希望大家买得开心 需要才会去买 我没有特别配合他们活动就跑去看 是小朋友的东西就会囤货 就有折扣的话就会 双11已成国内电商界年度大盛事 各大网购业者磨刀霍霍 老话一句业者卖力抢钱 聪明消费的你荷包得勘紧 别被折扣冲昏头落入促销陷阱 欢迎新闻严俊强刘亦如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